沒錯 熱烈的獎勢歡迎 好美喔 蔡薛彥 2022年演出恐怖電影 咒舞的主角李若南爆紅 而且還入圍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這回以人選之人造浪者入圍了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 全是平日在家工作帶小孩 對豬隊友老公又氣又無奈的插畫家老婆 細膩深刻的演出 帶出職人日常生活中家庭的難題 還有夫妻的心聲 溫暖又不照做的表達 引起了共鳴喔 歡迎爆花 蔡薛彥 我來看看 好美好美喔 好多加油團呢 跟爆花也是老朋友了 就是一直有一個很好玩的問題 在人選之人造浪者裡面 你的老公黃建維跟你現實生活中 就是剛好同一個啦 這樣子演起來會覺得特別有趣有挑戰 還是說 喔 就善耶耶 很矮優耶 應該是說覺得特別放鬆 因為夫妻之間一些很日常的互動 我們可以很真實的 雖然說兩個角色的個性 其實跟我們私底下都差滿遠的 但是可以跟她一起演戲 一起在螢幕上 我覺得是一個很珍貴的回憶 真的很珍貴耶 接下來是這一個網友的提問 老彰化的蔡YC她想要問妳說 在演繹芳婷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想要呈現給觀眾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現在很多 這個社會很多的職業婦女嘛 其實大家不管在兼顧家庭 或者是失業的時候 都非常的辛苦 跟有一定的包袱 那也很期待就是這個角色 方婷這個角色 可以讓大家從比較沉重的步伐裡面 然後可以堅定的說出自己的想法 用理性溝通的方式 真的 方婷常常一個眼神就讓人心酸 演得真的太好了 恭喜宣燕 謝謝少爺 來來來 我們禮… 再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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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直接讲了是不是 刚刚你说第一个问题是 入围的心情其实蛮平静的 因为就是觉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的入围者都已经很棒 然后在闪闪发光 然后不管今天是谁得奖 我觉得每一个入围者都已经很棒了 我们都要继续的肯定自己 然后一起努力下去 今天服装的造型整个是走一个 马赛克很闪亮的路线 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可以跟金钟奖的金字 就是可以有一点做搭配的感觉 然后再配上闪亮亮的珠宝 跟这个项链 那老公有说什么吗 他就是帮我加油 然后希望我今天是红毯第一美这样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